HELLO 大家好 我是區塊資格作者 徐明恩 不知道你有沒有參加過一些技術的社群 或是你身邊有技術的朋友 或者你本身就是一個工程師呢 那今天我們邀請兩位來自台北 以台方社群的共同組織者 一位是小豬 另外一位是菲林 那我們就請兩位跟大家自我介紹好了 大家好 我是以台方社群的小豬 HELLO 我是菲林 又有在上班嗎 有 是目前在 我現在在Decor Decor 之前做相密貨幣會計的公司 我現在的確是有點介於無業有名的情況 就是現在開始了一個自己的project 然後叫Change 想要做比較是區塊鏈教育這一塊 個人對教育非常的有使命 先介紹一下台北以太方社群是什麼樣的組織好了 台北以太方社群 有點像是愛好者協會 剛開始的時候比較像是工程師們 因為其實區塊鏈 就算其實從工程師的角度來講 它也是算是一個蠻複雜的技術 所以台北以太方社群剛開始的時候就是有點像工程師的聚會 聚在一起來討論一下他們各自遇到的難題 在討論的過程中就是可以比較快速的可以解決這些問題 所以大概是這樣開始 所以一開始都是工程師 對對對 那後來就變成我們可能會有不定期的舉辦一些講座 然後讓其他人一起來參與 台北以太方社群是什麼時候開始成立的 剛開始的話有一些線上的討論 但是線下第一次聚會是在2016年的4月 那個時候第一次的題目就是講以太方的敗筆書 就是敘述這個以太方大概是怎樣運行的一個文件 台北以太方社群這大概可以切成三塊 就是台北然後以太方還有社群 那台北應該不用解釋 以太方我猜不一定所有人都知道 你可以稍微介紹一下以太方 好啊 我想用一個類比的角度來介紹大家可能比較會知道 因為畢竟在區塊市可能大家都有聽過區塊鏈 那區塊鏈面最有名的是比特幣 那比特幣它在設計的時候 它有點是設計成一個去中心化的一個金融的服務 那它最主要的功能是拿來記帳 那台方它在剛開始設計的時候 希望把它做比較通用或比較彈性一點 所以它在設計的時候 它除了原本可以做這些金融服務 比如說是帳本啊記帳這些服務以外 這個區塊鏈的使用者 它也可以自己加入一些它自己特定的功能 比如說你想要做點數的集點系統啊 或是你想要做接待系統等等 都可以在這個區塊鏈上做 那不是說比特幣做不到 只是比特幣它的彈性相對起來沒有以太方這麼好 那所以這就是以太方的一個特點 之前好像看過有人會這樣比喻 就是說比特幣它是一個純粹的轉帳系統 功能比較像是計算機 加減乘出這樣 然後另外以太方比較像是一個電腦 功能比較強的計算機 可以這麼說 其實主要就是邏輯運算的部分 就是比特幣它當然它也有類似的功能 但是它提供的邏輯運算比較少一點 因為它畢竟剛開始的目的就是想要設計一個帳本系統 那以太方在剛開始設計的時候 它就有想要設計成像是一個大型的計算機的系統一樣 所以它就加入了一些更複雜的邏輯 然後讓我們可以在上面自行去 為它客製化一些功能 了解 現在大概理解 台北以太方社群 哈哈哈 剛剛你有介紹愛好者的組織這樣子 對 聽起來感覺蠻鬆散的一個結構 其實真的是蠻鬆散的結構 因為其實IOS的組織大概都這樣 不管是一些技術型的組織 或是一些其他被技術型的組織都一樣 基本上就是一群人聚在一起 然後討論一個自己有興趣的話題 那在台北以太方社群裡面 我們討論的就是以太方的技術 現在全球蠻多類似以太方這樣的區塊鏈 感覺應該有十五千種 然後現在看起來以太方是大家比較熟悉的 前面幾種的這樣 那所以就會有這樣的社群 那你知道台灣還有其他的類似這樣的 技術愛好者社群 技術愛好者非常地多 那其實我覺得台灣的技術愛好者社群 算是非常蓬勃發展 有很多不同的面向都有 那譬如說像從企業地區的來講 我曾經有聽過是台北開源使用者社群 然後我有聽過高雄Zinux使用者協會 這是照地區分的 那有像是一些比較大型的研討會 像是Costcap 那主要是針對開源社群 然後有像是PHP.com 那是針對PHP這個城市以言 我覺得台灣的技術性社群算是蠻蓬勃發展 我猜應該蠻多的聽眾不一定是技術背景的人 所以我們今天是要進入一個工程師的世界 工程師的邊邊的世界 對不對 還沒有到他們的內心 邊邊 好我先繞一圈看 了解一下對不對 先從旁邊開始了解 不過我有觀察到就是說其實台灣的技術社群 我覺得雖然說因為剛剛米亞有提到就是說 感覺好像是比較鬆散 可是其實我覺得就是因為一個非技術的人來看的話 我會覺得就是說其實大家是對這個技術 然後非常有話語 然後非常希望就是說這個技術的一些相關的東西 然後可以把這個knowledge給傳出去 然後後來漸漸的 例如說像剛才小說有講的就是像什麼Costcar 或者說像什麼Econ這樣的比較大型的東西 其實都是剛開始先從志工的行事 然後慢慢的辦一些活動 然後後來就辦年會 然後年會呢就越辦越大 從就是可能半天一天然後到兩天 然後到最近就是說可能 其實還蠻多個這種很大的技術型的這種論壇 都已經開始增加到好幾天 那這個東西都是例如說 因為我出道的比較早一點 所以就是很早期的時候看到 就是它比較小 然後到現在他們是票一下子就賣光 之前就是像Costcar很早期 那時候我還在AppWords 然後早期也是來找AppWords拉散住 票也賣得很辛苦 然後一直到現在已經是 不知道幾年了 對 我不想去算 所以我覺得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 就是因為大家都一直有心勞在做 然後這個組織就慢慢的越變越大 它也是一個就是說 剛剛說到社群嘛 然後開始就變成一個組織 然後開始就變成一個很有意識的 就是某種形式的傳遞吧 最近其實好像不知道幾月 10月11月有就是在Deafcon5嗎 對 是10月 10月 就是下個禮拜 下個禮拜 下個禮拜 在大阪 對 辦Deafcon5 那其實在前三集吧 我就是有邀請成長五來介紹 Deafcon4 到底在幹嘛 因為那時候 第四屆的Deafcon 有點像是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 如果大家在看蘋果發表會 或者是臉書的F8開發者大會 就是年度的開發者大會 只是蠻技術的 我是從Deafcon第三屆開始看 那時候今天看就是一頭五水 你也太厲害了 我還是很放棄 對 就覺得 嗯 好哦 好像是有蠻多新的技術的 但是這些技術都還在蠻前期的 那其實大家就會在上面會看說 欸那這個技術 接下來會怎麼 應用在日常的應用上面 或者是 可能未必大家可以感受得到啦 我覺得區塊鏈這個技術 其實跟其他技術社群 有一個不太一樣的地方 就是技術社群 它分成兩個組成的種類 那其中一個是研究者 另外一個是開發者 那在其他技術性社群的時候 會比較多開發者 比較少研究者 那 回到我們剛剛講的 Deafcon3 為什麼會聽不懂原因 其實就是因為 他們在一個還非常 前瞻性的研究裡面 所以這個技術是 非常快的在發展 那所以說他會有很多 比較前瞻的研究者 開始在做一些研究 那所以理解上 就會稍微比較難理解 我覺得這也是 對工程師在講的 就是進入區塊鏈 領域的一個障礙 因為太多前瞻技術 那你要花很多時間 才有辦法理解 哦 你說了一個還蠻有趣的情況就是 因為大家會說研發嘛 然後就是研究跟開發 那如果他研究比較 你剛剛說的前瞻 那所以會有比較多新的技術出現 那那開發就會比較像是 實作 當然實作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很多不同的技術 但是目前看起來 你覺得區塊鏈比較接近研究 我覺得 當然兩邊都有很多事情要做 但是目前大家相對來講 比較專注的可能是在研究的部分 那假如說我們用一個比例的話 我覺得可能是差不多是6比4這樣的比例 嗯 嗯 對對了解 剛剛小豬有提到就是關於研究者這一塊 像我們的台北以太坊的社群裡面 其實就有幾位其實是 以太坊基金會的研究員嘛 對 像剛才明天提到的廠 等等 那他現在自己本身可能也是 然後也是很科學家 對 那其實這個東西都是以前的 就是譬如說本來是 技術公司 或是科技公司比較 不會有的職位 可是在區塊鏈就非常重要 因為我自己的觀察是 我覺得 有很多東西是 他的solution很多元 而且還沒有決定哪個是 沒錯 然後他那個solution也都還自己在發展中 所以其實就要就是在 假如以太坊來講 要選擇什麼樣的東西的時候 他就中間的這個階級 就要有這個研究員的這一個角色 然後去做研究說這個東西是什麼 可以怎麼樣子用 這是我覺得是比較粗淺的部分 然後比較後面的話呢 還有包含就是 因為我其實之前有跟志成聊 就是也是另外一位 就是以太坊基金會的研究員 然後在跟他聊天的時候就發現說 其實他們會 把很多的東西給考慮進去 就是例如說可能經濟學啊 社會學啊 包含就是之前 Vitalin的我來台灣有講 就是說他活著睡這一件事情 然後我就 莫名其妙的也跟他們買了一本 你知道那一本書 你是講平方投票嗎 對 一個就是他介於 經濟學 社會學 然後政治學 然後是就一堆所有的東西 全部都混雜在一起 然後一個很哲學派的東西 跟區塊鏈一點關係都沒有 跟技術也都沒有 可是這個卻是在區塊鏈的產業中 很重要的一塊 因為大家是 希望透過產生一種技術 或是一個框架 然後來解決現在社會上的問題 所以其實研究員的這一個角色就變得是 除了做研究之外 還要去了解社會的情況的問題 然後再用適當的方法 再加上區塊鏈什麼樣的東西 然後去解決 自己的解讀是這樣 這也很困擾我 對 因為我覺得區塊鏈領域 它不單是技術 或者是技術的研究 它還牽扯到很多 對我來講最困難的事情是經濟學 它牽扯到很多跟經濟學相關的東西 身為就是一個 我可能比較專注在開發領域的話 就會要花更多的時間去理解這個東西 就不能單純以技術的角度來理解這件事情 最近其實有看到 大家在台北以太方社群的臉書社團 Happy Threat Made Up 裡面 我目前覺得好像大家主要技術的討論 都會在臉書的社團裡面 那在那個社團裡面 大家有時候就會討論到之前 Gelenwell的那本書 我最近其實也有寫了 包含平方投票法 或者是數據及勞動 這種事情 你會發現 這種書在以太方社群裡面 大家會蠻有興趣討論的 蠻有興趣看的 那你會發現說 這個真的是很不技術 就它有時候是蠻社會的 或者是蠻經濟的 大家在討論說 數據到底是資產還是勞動 我稍微解釋一下 我之前寫的Data Sliver 大家會說 那如果你是勞動的話 理論上 大家每天都在產生數據 就有點像 你為了 臉書工作 你在臉書上面PO文 你等於就在幫臉書工作 那臉書應該要付你錢才頓 類似這樣的概念 那你會發現 這完全跟全塊鏈沒有關係 所以 今天 前面我們先說 今天我們要深入 技術 工程師的世界 其實你會發現 還沒講到一半 就會覺得 這好像也未必那麼 工程師 就是工程師有些覺得 自己 跟這個圈圈有一點距離 不是那麼 有掌握性 大家就分類了吧 就是說如果最基礎的話 應該就是 真的是 可能focus在技術啊 可能包含 貴程合約要怎麼寫 第三個東西要怎麼寫 可是 真的要往上 就是例如說 可能要去 架構 我們剛才有講到 就是研究員的那一塊 可能就是 又是不同的 level這樣 他可能要考慮的東西 就變得很廣 變得很不一樣 有點像是 我自己覺得 像之前以前的科技公司 他們需要有一個工程的 architect 的這一個職位 的這一個人 然後去 縱觀 就是 例如說 可能公司的產品 或者是 等等 那在區塊鏈 我覺得研究也 有一點像這種感覺 只是 他必須要懂 非常多 物為貿易的東西 對啊 我一直覺得architect 很像工頭 是啊 就是工程師的工頭 他應該是有點像是靈魂 就是 告訴他說 那邊應該要該 怎麼樣 對啊 但他不能只懂 就是工程的部分 與社群也會有共同 對 類似這種概念 就是一層一層的 我剛才找到的是這一本嗎 基金市場 對對對 基金市場 The Radical Market 對 所以 目前看起來就是 才被採訪社群 我們三個部分 大概 介紹完了 蠻好奇 現在 目前運作的規模 或者是運作的情況 大概是什麼樣 我覺得這有點難講 因為就 就你剛剛講的 其實 愛好者社群就有點像是 一個很鬆散的社群 那像在我們MITLAB上面 你可以看到 就是他參與的人數 可能是幾千個 其實我們組織者的人數也蠻多的 就是大概是在 幾十個人這樣的組織者 因為大家其實主要是志工的方式 所以 有些人的參與度高 有些人的參與度會低 那 隨著時間 每個人的參與程度也不一樣 那譬如說 像是我最近就 稍微比較少參與一點 那就是看是工作的關係 所以這規模來講的話 我覺得也是 蠻浮動的 蠻浮動的 但是基本上我們就是 一些不定期的 比較小型的活動 可能參加的人數 大概是 三十到五十個人 左右 那大型的活動的話 可能就是幾百個人 所以大概是這樣的一個規模 我覺得蠻好奇的 就是說現在 看起來實際的 參與的人 因為 跟 我覺得他比較像是 你剛說愛好者 所以大家就是志願 要不要參與 或是根據自己的情況 好像沒有一個很明確的 像是說 大家覺得說 好 或者是說 其實我覺得 才被以太方社群對好的定義 不太一樣 對 就是不是說很多人參加 就代表他發展得很好 那 我猜可能每個人 甚至每一個組織者對好的定義都不太一樣 目前你覺得經營的還不錯嗎 我覺得經營的還不錯 那 因為其實組織有很多種 那我們先講 比如說像技術型社群 那我覺得技術型社群最重要的就是你在一段時間之後 你還是可以維持一個動能 那這個動能可以 足夠讓你來辦一些活動 或是你需要大型活動的時候 你可以征召到足夠的參與者 因為我看過很多技術型社群 比如說他可能主要是一個 或兩個人在組織的時候 時間一長 他可能就會慢慢的失去他的活力 要辦活動的時候 可能就比較不會那麼大的動 那在以太方社群 我覺得比較好的狀況是因為 我覺得 我們裡面有一個很有趣的 就是不成文的規定就是 我們通常不會有人就自稱自己是以太方社群的創始人 那我們會鼓勵大家說 我們都是以太方社群的組織人 那意思是我們其實在這個社群裡面是比較扁平 每一個人他的參與程度 雖然說都有不一樣 但是我們基本上是一個 跟區塊鏈一樣是比較去中心化的在經營這個社群 對 所以我覺得這樣是比較好的 因為他在動能在維持上 可能就可以比較長遠一點 那隨著時間就是會有一些人加進來 然後有一些人可能比較沒有時間再去做 但是基本上都是可以維持一個動能 讓我們可以持續的去辦一些活動 在推廣這個以太方這個技術 我覺得這真的跟區塊鏈的情況好像蠻像的 他不會像是臉書或者是蘋果公司 他突然辦一個活動 然後於是大家就是突然忠誠度爆表這樣子 然後或者是覺得很high 而是好像就是有點溫溫的這樣子 沒有很熱也沒有很冷 那但是如果我要辦一個活動的話 會有一些人來參與 那但是基本上人數可能都不太一樣 就是大概維持某一個人數 但是有的人進去有的人出來 對那像冰妮也是最近算是比較積極在參與的 所以其實就是這樣一個 因為我像我這次算是參與的稍微少一點 那我之前在前幾次社群的活動 我是有比較進行參與 所以我就覺得這樣其實感覺蠻好的 就是隨著時間大家有進有出 但是都還是可以維持一個動力 然後冰妮最近就很辛苦 我不會啊 我覺得我剛剛是想要講一下 就是因為這算是我第一次就是 加入這種比較技術性的組織 然後我剛開始的時候 的確也是有點不太習慣這種 比較去中心化的管理方式 因為有很多東西會 需要一點時間去了解這個整個組織的 共同溝通的方式跟速度 那我會這樣子傾向看 就是說其實我覺得 我們這個台北以太坊這個組織 其實是一個真正ofan open mind 就是說基本上你進來 然後你只要做就是可以對這個整個組織 或是對不管是insider或是outsider好的事情 其實大家都會很樂意去幫忙 我會覺得就是說有點像是 有點project best的感覺 像我個人就是我剛才已經有講到 我覺得我對教育比較有興趣 那我進去我就跟大家講說 我就是要辦一個這個 就是區塊鏈基礎教育的這個課程 我就是想要辦 那就在裡面就 欸講到這個東西 那可能有些人就覺得說 欸我對這個部分也有興趣 那我們就大家一起來做這樣的事情 對 就變成了一個group 一個team這樣子 然後再做這件事情 那最近的像這個比較大的活動 像crosslink的話 本來也是大家就覺得說 喔好來辦 然後後來就發現就是開始 變得就是也是不同組的 分組的情況 然後大家去把這樣子 一個比較大型的活動 給辦出來 給建起來這樣子 我一直覺得這運作方式很像是 G0V自己 G0V的運動就是台灣就是 G0V大家很有名 然後就我所知 他們運作方式比較像是 自己挖坑自己跳 對 對那所以就是 你覺得 你覺得自己想要做什麼東西 或者是你的專長在哪裡 那你就去做 可能就忽然會有 唯一群人說 欸好像OK喔 有興趣 對 我還蠻好奇 菲妮你最近 為什麼會突然開始覺得說 欸要加入這個 菜配Serve Meetup 然後開始做這件事情 你覺得你有什麼原因進來 然後你中間遇到什麼 障礙或者是 嗯這可能要從我 大概在加入區塊鏈 產業之前 就是我之前在Airports嘛 就是Airports 是一個新創育程中心 其實我過去看到非常多的 新創團隊其實 會有很多難關需要被克服 例如說錢 例如說產品 最主要的東西可能就會是人 那因為是科技公司嘛 所以你就必須要大量的這個工程師 然後來幫你把這個產品 給bill到一個階段 好第一個可能是給用戶使用 可是因為大家應該 最近都知道就是說 你如果只是一個產品的話 你沒有什麼跟什麼區塊鏈 或是AI啊或是B data 或是有什麼樣的這個東西的話 其實在資本市場上面 就比較不會被青睞 我覺得講遠了講回來就是說 其實我覺得人才這件事情 是很重要的 所以其實我就一直覺得說 有沒有什麼事情是讓我可以發揮 然後來做教育這樣子 我之前有想過一個比較 不是在科技圈就是 例如說可能像偏向教育這樣的事情 可是發現那個產業跟我有點遠 所以後來我又覺得說 OK 那其實區塊鏈會是一個 我覺得蠻好的產業 然後因為現在大家存在的 非常大的一個資訊落差 很多人都不曉得 到底區塊鏈是什麼 所以我就覺得 那就來做這樣子 對 我知道最近財培生人meetup辦了一個基礎課程 對 那就是我 我就是那個PM這樣 OK 它是一個實體課程 實體的 就是讓大家可以了解技術 以太方為主 對 之後其實我是想要做技術跟非技術 只是說我覺得非技術 現在目前的需求沒有那麼高 大家可能還是覺得就是說 我想要投投幣啊 所以其實現在房間我覺得 投資的部分可能比較多一點 對 那我現在就想說 那我就先勾置在比較技術這一段的一些需求 那因為我們那個課程就是有分三階段 就是初衷高這樣子 那並不是說越高級就越難 是他要教的東西不太一樣 嗯 那我們剛剛做完第二階段 那後來就發現說 其實這個東西真的很新 新到就是說大家可能第一個想要找十度選 你在網路上可能Google 以前就是大工程Google可以找到解答 可是現在你在上面Google 你還是覺得說那到底什麼是簡單 所以其實社群還有就是說 有經驗的人在這一塊的這些廣場 就非常的重要 就是我自己的親身體驗這樣 我也有一點感覺大概類似這樣 就是說當你是在一個很發展成熟的工程領域的話 那你基本上可以在 scape of the flow 對 找到你所有的答案 對 對 對 你就直接copy patch 那但是如果它是一個相對比較不成熟的領域的話 你基本上是要找別人討論的 於是會有這樣子的討論社群是變得蠻重要的 可能沒有一個人真的知道所有的答案 但是每一個人都知道一部分的答案這樣子 然後你要自己想辦法把它抖起來 然後你就是第一個提出那個答案的人這樣子 目前好像不成熟的技術領域都是這樣子 然後你就覺得Type A Third Meetup 比較適合你做教育 然後正好也符合你對科技感興趣 對啊 當初其實也很妙 其實當初是跟小豬先聊 然後聊一聊之後就跟他講說我有這樣的想法 那他就把我帶進Air Meetup的這個組織 當然進去之後我也就是自己覺得蠻開心的 因為說實在我覺得 我不知道聽眾們覺得怎麼樣子 就是現在的資訊實在是太多 就是多到就是你自己如果不在那個產業的話 你可能很難會說我對那個會有興趣 對你可能每天工作完台灣工時就很長 可能工作完回到家你就腦死 你就是想要看一個很輕鬆的東西 你不想要去了解說什麼是比特幣什麼是區塊鏈 所以其實我之前的情況就會變得是 有一點就是只能看看文章 那可是很可惜看文章 其實沒有辦法帶你了解這個東西是什麼 所以其實我加入了之後 不管是辦Monster裡的這些小活動 或者是說基礎教育課程 或是我們接下來要辦的這個大活動 其實對我個人本身都有非常好的一個學習 就是我就會知道說 原來什麼叫做就是Layer 2 或是什麼速度等等的 這個東西說實在就是我自己不可能接觸到 可是會因為做這樣的事情 然後自己本身有一點學習 那我覺得這個在我們組織裡面也是大部分的共同組織的 就是在Mina裡面的這些主持人也有這樣的感覺 就是我做這件事情不是感覺好像就是做給別人的 其實我們自己本身也是受惠症的 其實我覺得大部分的組織人應該都有這樣的感覺 對 就是像我是工程師 其實我之前對區塊鏈醫師相對起來是比較不熟悉 那加入之後真的是學到非常多東西 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 EthereMina是有研究者跟工程師一起組合起來的 那這兩種在不同的方面都可以給出很多的幫助 特別是像區塊鏈這些技術 它目前在網路上的資訊是非常零散 那你很難說你看到某一個網頁 甚至你看到他的官方網站 其實你大部分的狀況是 就算你看到他的官方網站 或是他的官方文件 你還是不知道他在做什麼 或是你完全沒辦法理解 就是他寫的到底是怎樣的東西 那這個時候如果已經有一個比較有經驗的 他可以在某部分幫上網的話 其實進步上會算是蠻快的 就是目前前半段我們在討論組織 然後後半段討論活動 那組織的最後一個問題我覺得最好奇的是 因為我猜有一些聽眾他們也是 才配SERMET UP這社團的成員之一 因為上面裡面的成員已經有好幾千人了 有可能大家是在裡面的成員 但是大家可能不敢說 我就是這個組織的參與者 然後但是剛剛兩位都有說到說 我參與 我猜因為他是一個比較鬆散的組織 所以他應該沒有一個很明確的 就是一個入會教會犀利的感覺 為什麼會覺得自己已經參與進來了 然後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感覺 我覺得主要是有contribute 雖然說是貢獻 但是就是主要是你針對這個 除了參與以外 你還有去貢獻一些內容 比如說像是你幫忙組織活動 或是你幫忙寫文章 那甚至一些更靈散的 就譬如我現在大部分負責是 負責做會計活動的上這些的 不管是這種各個方面 它其實都是一種contribute 所以我覺得大部分人的狀況 會覺得自己是 比如說自己是組織的人的話 通常都是因為我們有contribute 我們就會可以比較有貴族感一點 對比較有貴族感 就會說我們是個組織的人 菲尼也是 對啊我覺得應該是這樣 就是說其實這種組織本來就是 有點像公司 就是如果說你們就是不同部門 然後平常都在做不同的事情 可是公司一定要做一件 就是例如說把所有的人都 把它打在一起然後混在一起 然後要一起 就是例如說可能有個大專案 然後你就是要跨部門溝通 那這個時候你的這個bonding 就會在這個時候產生 那所以我覺得就是 其實像就是Midup的這些組織的 組織者裡面來講的話 也是透過了這樣的方式 就是會產生一些bonding 然後大家開始就 例如說可能像這一次 就是我們的比較大的活動 像Cosling 原本大家就是都在各自忙自己的事情 然後結果漸漸的這些人做一個 然後漸漸的大家就是 會越來越樂中這樣的事情 這種感覺 我不知道小組怎麼感覺 可是我覺得蠻爽的 我覺得好開心 就是會覺得看到大家 很努力的為了一件事情做這樣子 那再回到剛剛講的就是 我們可能做的 雖然是希望大家也可以來參與 可是我們自己本身就學習到 得到很多 確實啊像我印象很深刻的是 因為我原本沒有要參加 這次Cosling的組織活動 因為我之前有辦過一些 其實算是 也是蠻辛苦的 那我還記得那一天 我好像要出國去玩 然後出國去玩的前一個 我收到那個 Fini從Telegrade上來的訊息 來問我說要不要幫 那雖然說我之前已經 就是參加過很多次 又覺得很累 但是我竟然又答應下來了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這就是bonding 對就是為了同伴 我覺得大家會有一個感覺就是 當你在幫忙籌備這個活動的時候 自己都還是可以有一些收穫 那這些收穫其實算是蠻好的 我覺得每一次活動 都會有這樣的感覺 所以大家可能也聽出來就是 我們錄這集語音節目 某種程度也是Country Big 就是 我不知道能怎麼貢獻這樣的一個 比較鬆散的結構 但是我覺得有一個Podcast節目 然後大家對區塊鏈的主題 可能蠻好奇的 甚至你未必有實際參加過他們的活動 因為活動可能會有地理的限制 會有時間的限制 但是你可以透過網路上聽這樣 所以這一集Podcast之所以有幸 能夠邀請到 台北30 Meetup 兩個共同組織者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們最近要辦了一個大型的活動 然後我覺得這個大型活動也蠻有意義的 就是它是以技術為主 如果你不是技術的話 它可以適合參與嗎 其實我自己是覺得就是說 如果大家是 我先介紹一下 它叫Crosslink OK 對對對 它其實是Crosslink 然後它的 舉辦日期其實在10月19、20 對 兩整天 兩整天 所以我聽到都覺得累 你可以稍微介紹一下 Crosslink到底在做什麼東西嗎 他們剛剛兩個就是互相比對方 互相對 就覺得說互相講 然後我先講一下 我覺得剛剛明彥有問到就是說 非技術的人能不能來聽 我覺得非技術的人當然可能會有一點點心裡會覺得說 這個好像是很技術型的這種論壇 然後我不曉得我去你幹嘛 可是如果說你是對區塊鏈很有興趣的話 我是覺得就是因為我們這一次是從日本 因為我們剛剛有講到DevCon DevCon其實是在日本的大阪 然後是下禮拜舉行 那我們就想說趁這個獎者都還沒有飛離日本的時候 趕快把他們要來台灣 所以其實我們這一次的就是獎者陣容是非常的豪華 我覺得非常豪華 我在做那個獎者資料調查的時候 發現天啊哪一個人 就是誰誰誰又是什麼最年輕的什麼駭客 然後又是什麼30 under 30 就是都是這種非常聰明 然後又在區塊鏈產業有累積很多經驗的這種獎者 那他們想要來台灣分享他們的knowledge 給台灣的有興趣的人這樣子 那我自己的感覺就是我們剛剛有聊到嘛 就是區塊鏈產業有分就是技術這一塊 還有就是研究者這一塊 那其實在比較理論派的這一塊的話 其實是我覺得大家不需要有技術的底子也是可以切入的 所以回答你剛剛的問題我覺得 如果你對區塊鏈產業有興趣想要來了解的話 是可以幫你參加 因為其實基本上我們票價也不貴 就是兩整天的話大概就是1200這樣 像是DevCon這個活動啊 每年都會在不同的地方舉辦 大家曾經有在美洲舉辦 上一屆是在Vlog也就是在歐洲舉辦 那這次剛好基本上他在大阪舉辦 也就是在亞洲 所以我們就把握這次很難得的機會 因為其實在MIDA裡面我們有很多人 跟這些國際的社群都有一些蠻良好的關係 所以就趁這個機會幫他邀請來 像是我跟Fini下週都會去DevCon 然後我們在報名的時候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就是一般報名票 報名票是非常非常貴的 嚇一下大家多少錢 因為每個人的票價不一樣 我拿到的票價是600歐元 所以是18000 對對對 那相對於來講 剛好這麼好的機會 就讓這些獎者就是邀請他們來台灣獎 那我們的票價 舉辦這個活動其實需要花很多的人力 也需要花蠻多的錢 那在一個志工組織可以應付的狀況下 我們就是提供這樣的機會 然後希望大家可以在台灣也可以來參與 來聽這一些就是各個不同技術社群的人來分享 那我覺得這很棒 那除了剛才有提到有一些像是研究者的人以外 那我們也有一些watch up的課程 它是比較針對 你可能對區塊鏈還沒有那麼熟悉的開發者 那所以我們說我們也有類似這樣的課程可以來聽 所以說相對來講是還蠻不錯的 就有各種選擇 然後還有一件事情我也想講 就是其實我那時候就是剛加入這個meetup的時候 我就想說我想要問說大家想要在裡面獲得什麼 然後後來就發現說其實我自己的感覺是 就是我以為大家進來是想要就是學習新的技術 就是讓自己的knowledge可以更上一層樓等等的 可是後來有發現就是其實因為區塊鏈的東西很廣 那你要全部學完是不太有可能 也不可能就是說你參加了幾個活動就了解 所以重點是你要知道你的缺口在哪裡 所以其實參加這樣的conference就是大家可能會覺得說 喔我聽不懂所以我不要去 可是這不是重點我覺得比較重要的是 因為我跟大家聊完之後就會發現 其實你要來學習的心態應該是 什麼東西現在是需要被討論的 所以你是去了解說可能幾個keyword關鍵字 然後你聽了台上講的之後呢 就是大概有一個方向知道說你可以從哪個方向去學習 這個東西可能才是比較重要 所以你來聽的時候你不是說我聽了之後 或是我上了一個workshop之後 是不是就可以變成smart contract的工程師 可能沒有這麼神奇 可是他可以幫助大家入門 我覺得聽起來現在辦這個crosslink 它最主要的價值並不在於從0到60分的培養 就是告訴你說那你怎麼學寫智慧合約 或者是學習區塊鏈的架構 因為在這邊的講者或者是參與者 可能都已經有一些區塊鏈的基礎了 那他們是在這個活動裡面討論 他們現在在區塊鏈世界裡面看到的問題 他倒不是說大家都是零基礎 然後才開始教學 如果你是這個需求的話 你可能比較適合去上就是 台北30Midup辦的基礎課程 但是如果你要參加這個活動的話 你會知道是說 那現在大家發現哪些問題還沒有被解決 蠻像是做研究的我覺得 就是如果你在讀過研究所的話 你就知道說說 就是說是生博士生在做的事情 其實就是說在找現在到底世界的問題在哪裡 然後你要想辦法提出一個方式去解決它 當然這個活動並不是要讓大家想辦法解決它 而是說大家來討論說 這問題指出來到底在哪邊 那於是你會說 原來這些是現在大家關注的重點 這次會議的重點 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是擴動性 這個擴動性它的問題就是說 現在的區塊鏈網路 它基本上都會遇到一些擁捨的問題 那這些問題其實不管是在哪個區塊鏈都有相同的問題 所以這個擴動性它主要是希望 讓這個區塊鏈它的速度可以更快 或是它可以更多平行的去處理這些事情 那所以說我們這次的主題也圍繞在這個擴動性有做 很多各種不同層面的討論 我覺得除了技術以外 我覺得交流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除了國外的獎者以外 我們在台灣也有邀請一些獎者 像是我們有邀請Cybubble的徐千鳥 那它會幫我們在資安領域來看 這部分在區塊鏈上來決定怎麼去改進 這個活動你剛有提到 它的其中一個重點在於過容問題 那其實我覺得會比較偏向於研究 而比較不偏向於開發 其實也不見得 因為像是我們這次有一個主題叫Lighthouse 那其中就是一個擴容方案裡面的一個實作方案 那我簡單講一下就是 你可以想像成這些擴容方案 有點像是一個規格書 就是先有研究者先擬定好的這些規格書 然後接下來它會有非常多不同的團隊一起來開發 那像Lighthouse它就是其中開發一個擴容方案的其中一個團隊 它這次會講的主題就是比較偏向於開發 我猜很多人會不太知道 擴容為什麼現在是個問題 可以稍微解釋一下 其實擴容的問題就是一直以來都蠻明顯的 主要原因就是因為 ETH當你在交易量大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很阻塞 那像是CryptoKitties那時候出來 那時候它其實是一個區塊鏈上面的一個遊戲 那因為它非常非常的火紅 所以在那個時候它就造成區塊鏈網路 就是以太坊擁塞的問題 當然不是這次才發現這件事情 但是這個就是 勢必假如說你需要讓以太坊可以再更多的交易的話 那我們在這種一個遊戲上線之後 就造成了網路的擁塞的話 那當然它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基金會一直在朝這個方向做一些改進 那所以說為什麼會有ETH2.0 那2.0裡面的分片技術啊 或是Layer2的方案 基本上就是我也要解決這個問題 它是從不同城市的方面來看這個問題跟解決它 所以擴容問題它比較像是高速公路 塞車的概念 多數人至少研究者本來就已經知道說 以太坊它路太窄了 那只是一直都還沒有一件什麼 正好放廉價然後來把它塞爆 就是沒有到門戒了 那正好在2017年底的時候 有一個遊戲它叫CryptoKitties 叫迷戀貓 然後正好就是會需要用到以太坊的網路 大家都在上面交易 等於就是大家都把車開出來了 那於是就塞爆了 你可能本來幾分鐘就可以到帳的東西 你可能就是要花個幾天的時間 或是你要花更多的經費 才有辦法完成你的交易 對它在以太坊上面的運作 其實是你付越多錢你可以走得越快 那所以有的人可能就是 他為了要在一定時間裡面到帳 那他得付更高的手續費 這個就會是個問題 那大家就在想說那到底該怎麼 讓這個高速公路寬一點 對或者是可能不見得是寬 可能是你要多層一點 或是按照不同的功能分 比如說像是卡車跑移道或是什麼 就是它不見得是一個單純拓寬 因為有時候你單純拓寬 不見得可以解決問題 所以可能會有各種不同的角度來看 這個高速公路要怎麼設計才可以 在不同的各種交通流量上可以去當然更快 可是不見得是單純的拓寬 對我覺得這就是一個很經典的 就是你剛這個我們用擴容就很明顯看出來 就是區塊鏈的之所以會這麼鬆散 或者是它的進展會比較慢一點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大家就會覺得 就有很多不同的做法 你非得要拓寬嗎 就是叫他們全部走省道也很好 或是入用皮一點或是什麼 就是有很多種方法可以進展 就不要收費啊 可是我覺得這很好玩耶 就是因為一般的人就是很簡單 就是覺得說 那就拓寬就好啦 可是其實我們剛才講到就是說 區塊鏈其實是找很多種不同的捨入選 所以其實像剛才說的可能高層載 就是一個方式對不對 然後或者是在某個時間點限制誰上誰下 那可能就是也是另外一種方式 然後其實在區塊鏈在剛剛講的這件事情上面 其實在這塊就有很多不同的種的討論 所以可能會說就是區塊鏈 你可能會說拓寬它可能就是一個純工程問題 假設 它是一個純工程問題 那如果你說零點到早上六點不收費 那這個是可能經濟部長要挑出來說話 就是說我們這樣不行不行 這樣影響國庫這樣 而且拓寬可能你要徵收房子之類 對 算說這是一個現實的比喻 但是確實各種方案它都會有需要取捨的地方 對 那所以他就會說 那這樣子可能我們要考慮更多的東西進來 當每一個方案提出來的時候 也就是說每一個研究者他就要想說 那我其實不只需要知道評估工程的難度 我還要評估大家會不會因為這樣子而離開 或者是 對 類似這樣大家可以感受得到 就是它其實是非常的多元的 那這個會議裡面我想要問除了像是這樣 擴容的議題之外還有會討論哪些東西嗎 還有阿密斯的小邦老師 他會來講最近有一個很紅的話題 Libra 就是Facebook想要出的穩定貨幣 他也會在這個會議裡面講就是 Libra是另外一個區塊鏈的系統 那他如果要跟Ethereum以太坊這個區塊鏈系統 如果要互動的話 我們要怎麼去做 才要辦法完成這些事情 那所以說除了擴容以外 我們也有就是Cover很多其他不同的角度的議題 在這個Crosslink的研討會 所以你剛剛提到Libra這個 跟以太坊串接 我覺得這最有很像跨海大橋 或者是 或者是台灣跨去中國 跨去日本那樣子 現在看起來好像大家彼此 都是一個獨立的神派系 對 就是像比如說跨海大橋 你可能就要解決一些邊界的問題 因為兩邊的法制不一樣 那你如果要跨海大橋 就要解決這些問題 那在區塊鏈裡面 一樣的 假如說你的Libra要跟太坊 想要接在一起的話 或是你想要 讓他們之間有一些溝通的話 那同樣你也要解決 這兩個協議裡面 一些不一樣的地方 這也是我們其中一個 會分享的主題 對所以跨海大橋 就會有工程的問題 也有經濟的問題 也有法律的問題 很多麻煩的事情 就會跳出來了 對對對沒有錯 但是因為這個看起來Crosslink 還是一個以技術為主 出發的議題啦 主要重點會放在技術的部分這樣 對對對 到底要怎麼蓋出一個大橋出來 或是說我們提出一個解決方案 那它可能不是完美的 但是會有助於我們去討論這個話題 就是你知道它的缺點之後 你才可以知道 原來這樣做的這個缺點 那我們應該有什麼方法可以做得更好 所以它不見得是一個完美的解決方案 但是都很有助於接下來的討論 對我覺得這就是回到我們一樣前面說的 就是說就是從來沒有人做過 在Libra還沒有出來之前 沒有人會想說 Libra到底要這麼接以太方 它跳出來之後 才有人第一次沒有聽錯 其實就是全球就是 可能還沒有很多人會想到說 那我應該要把這些東西串接起來 當然我知道有很多不同的去快點 例如說有人會想要把比特幣跟以太方串起來 然後或是以太方跟其他的 例如說EOS串起來好了 但是這目前看起來都是還蠻麻煩的 而且都有很多議題要討論 那於是現在就是有一些工程師 然後或者是對於這個東西的研究人員 他會跳出來說 那我丟出一個版本 大家來討論看看 沒有人決定這個是好 但是最終可能大家會有一個共識 我覺得共識這個字在區塊的領域很常見 就是說你要能夠說服了大家 或者是說大家願意相信你 要不然你試試看好了 他可能未必完全相信你 但是就丟出來試試看 有點像是一個方案出來之後 就會有一些先行者 其實跟新創有點像 就是會有一些先行者 他會先去試試看 他不是一個完美的方案 但是這些先行者 通常都有一些冒險家的精神 那他試用這個東西之後 他就會給你一些回饋 那基於這些回饋 就是可以把它改善成更好的方式 所以這個是另外一個議題 就是說擴容 擴容感覺是以以太方為主 但是如果你是要跨鏈的話 那就是往外去延伸的議題了 那這都是Crosslink 確定一定會討論的東西 那所以我們一開始 你可能會覺得說 這是一個 台北30 Meetup 這個以技術為主的社群 所舉辦的活動 但是我希望大家 今天聽完這個討論之後 會有一個感覺就是說 那他其實應該 你去了之後會 未必所有聽得懂 我想現場的人應該不會覺得說 自己去了就是 全部都聽得懂 因為區塊鏈的領域實在是 太複雜了 放心好了沒有人覺得 所有的都聽得懂 所以不要有壓力 其實就是大家來學習 然後來交朋友 其實像我之前蠻常去論壇的 其實主要都是去認識人 因為其實認識人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其實我們剛才說的嘛 就是 你就是認識一個人 然後要有人可以問 你可以教 你可以共同的 一起討論 討論這件事情也非常重要 所以我覺得交流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像在Crosslink 我們有提供學生票 就是比較便宜的方案 那其實也是希望 就是學生在可能 他們比較年輕的時候 就可以參與這個專案 像Vitalic 或是一些 在區塊鏈上 就是有一些成就的 他們的年紀可能都很輕 超年輕的 對,所以它其實是個好機會 就是可以讓 就是你可能剛開始 對這東西還不熟悉 但是 你可以試著來了解看看 然後或許 哪一天就是其中一個人 或是你也可以 藉由這個機會 來跟一些 在這個領域裡面 比較熟悉的人來交流 那這我覺得都會是很大的收穫 對啊 就是大家可能就不用先設限 覺得抱持著比較 開放的角度去看 然後去學習 可能真的就會有意想不到的東西 我問一個最簡單 但是你可能要回答一陣子的問題就是 什麼決定 要不要收以太幣 當成報名費 噢 這個真的是 問得好耶 好 這個有點算是 我自己找的 先說要或不要 要或不要 我們要收 有 我們有收 但是這個其實是一個 兩難的問題 第一個就是 你如果要收以太幣的話 第一個就是你 你這個系統要怎麼建置 其實我們之前的活動 曾經收過以太幣 那我們是自己寫一個 智能合約群組 那時候智能合約是我寫的 但是隨著 我參加這個 區塊鏈領域來越多做 我發現這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情 就是你一個智能合約 你要寫得好 沒有出問題 是非常困難的 Fini又問我這個問題就是 我們要不要收以太幣 我自己 馬上給出的答案 就是說原則上要 但是要怎麼做 我們要好好想一下 因為我不想要再冒一個風險 就是 當然那是當年做的事情 我回來看是蠻危險的 很危險 對 我相信 對 所以我就會更謹慎的做這個決定 那剛好就是Occupus 因為活動通他們剛好提供一個方案 可以來收以太幣 那當然我們有很多的其他的方案可以去用 但是考慮我們是在台灣辦的活動的話 活動通提供的方案是比較通用的 就是他可以除了虛擬貨幣以外 他還可以收很多其他的方案 所以那個時候我們就決定用了這個方案 了解 目前是透過Occupus 就是活動通來收虛擬貨幣 對 而且不限於以太幣應該是 對 但是收以太幣 我認為對我們這一個meet out 是一件算是蠻重要的 甚至說是有點疑似性的事情 如果我們自己主辦的活動都沒有辦法收的話 但是當然不是我們每次都會這麼做 因為它是有很多技術難度 跟很多 譬如說只有三個月的時間 那你要做這個事情 就是有很多困難 那在我們志工的能量允許的範圍內 我們就可以試著去做 所以我覺得很有趣的地方是 大家可以聽得出來 連財培Israeli Meetup 以技術為主導的一個社群 辦了一個活動 然後要收以太幣 都需要考慮再三 主要原因是因為就是 時間跟 對時間還有技術 我覺得技術難度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對對對 說到這個以太幣 我們還有另外一個活動是CTF 那這個活動它其實是一個城市的競賽 那它主要呢 就是會透過一系列的題目 然後來挑戰就是想要通過這個關卡的 那這些題目呢 都是在以太幣上面 智慧合約各式各樣不同的題目 就是你需要具備 就是這個智慧合約一定的知識之後 你才有辦法通關 我們就設計了一個這樣的競賽活動 然後會提供一些獎品 所以也是希望大家 可以從HTC的區塊鏈手機喔 對 因為我有看到就是可以 可以抽全班人手機AX的4萬 喔 sorry 不是抽 就是如果說你是第一名的話 是直接 過獎這樣 然後還有 硬體錢包 對 所以其實 很好玩的 還有一本書對不對 對 Vitalic的書 是清筆簽名 是中文版還是英文版 中文 理想 對 OK好 那所以這其實是 我覺得這還蠻掙扎的啊 就是如果你自己是 想要辦一個活動 然後要開發一個 收款 其實現在當然也有很多 不同的方案可以選擇 現在很多 已經現成的方案 但是我們 使用的時候就有很多 各種考慮的因素 對所以 我覺得這就有趣 因為大家就會好奇說 TipA3Midup 該不要收 Ether這樣 都收 OK好 那今天就謝謝 Fanny跟小豬來 Podcast 來跟我們錄音這樣子 那介紹 TipA3Midup 還有接下來要辦的 CourseLink這個活動 歡迎大家來找我們玩 可以在線下的時候再找 好 好 那就 謝謝大家 那如果你喜歡我們這集 語音節目的話 歡迎在節目的下方留言 或評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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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 我們會 Rein.'" 請 finde Teresa